我赢了大选还赢了很多 川普推特上写下胜选宣言 下方却被推特官方备注 审务单位没这么说 因为实际情况是 他的对手拜登赢得大选 成为美国第46任总统 同一时间川普还被目击 跑去打扫白球 你没听错就在美国媒体宣告 漫长选战终于结束 川普是落败一方的同时 这位美国现任总统 却跑去打高尔夫 还发出最新声明 表示拒绝接受拜登当选 扬言这场选战还没结束 川普的法律团队正忙着 在宾州发起法律行动 扬言当地时间周一 要提起全国规模的诉讼 可能影响范围超过一个州 从投票日当晚 川普的票数一度大幅领先 后来却被拜登迎头赶上 川普就一路批评投票制度 和邮寄选票争议 双方在多个关键州 缠斗将近四天 但这场总统大选 要什么时候结束 显然得看川普打算 提出什么样的法律行动 三地新闻 众议好报道